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几场比赛 在台湾运彩开的盘里面 你如果看前面都有一个2 就是说要挑两场 至少两场来撞关 是这个灰底白字的 对对对 今天晚上这么多的比赛 两个时段 那我们怎么去挑 如果觉得说 曼联让一球 赔你才1.55的话 这场我在为大家推荐一场 我认为有可能出现高赔的这场比赛 是和贾的菲列诺做客中日德兰这场比赛 中日德兰 华汉帮我介绍一下 中日德兰其实它也是属于 一直在欧竹联 跟这个欧冠游走的队伍 那其实这一季呢 它其实是从这个欧冠降下来 欧冠的资格赛打不赢降下来 其实整体表现是不错的 所以其实 我认为确实有机会 因为这两队 可以扣除的一个是合局 因为这两队呢 大法都是非常激进的 所以如果你要一场高赔率 我确实觉得说中日德兰 近况跟实力都不错 可以考虑 对这场的赔率 达到2.7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 这两场比赛 你不放穿穿看 串起来 赔率算一下 可能有个四倍有了 四足配运彩 看球更精彩 买运彩唯一支持 台湾运彩